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凤凰大道 就在凤凰大道旁边的田野间 有一座唐代古墓 它是唐代宗昭陵的62号陪葬墓 在昭陵附近有着近200座陪葬墓 工作人员为了方便对这些陪葬墓的保护和研究 全部进行统一变化 这座62号陪葬墓的墓主人 就是大唐名相 方玄陵 从文宝碑往后走 就是房玄陵的墓地 前面有一香炉 墓碑再往后就是封土 封土下方就是房玄陵的地宫 目测看 这座封土的高度应该在6米左右 在封土后方 过了这座山 就是唐代宗昭陵的九宗山 在这么多座陪葬墓中 现在只有70多座是确定墓主人信息的 那有朋友会问 这座62号陪葬墓怎么确定它就是房玄陵的 因为最初在墓前有座石碑 根据碑文上的内容可以确定 这位墓主人就是房玄陵 现在墓前的石碑是心里的 那座老碑被移到了昭陵博物馆内 接下来咱们聊聊这位墓主人 房玄陵 之前咱们探访过山东济南房燕千木 他的儿子就是这位墓主人 房玄陵 随朝末年 李渊经过深思熟虑下决定起兵反随 后来在李世民帐外 有一个主帐的人囚见 李世民和这个人交流完以后 发现他是一位难得的人才 从此他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 这个人就是房玄陵 公元626年 房玄陵参与了宣门之变的策划 从而顺利地帮助李世民拿下地位 宣门之变后李世民论功行上 房玄陵因功尽绝被封为刑故宫 同年他成为唐帝国的首席宰相 从626年到648年 这一座就是22年 根据史料记载 说房玄陵在治国方面政绩突出 对于工作废寝忘食 使唐朝的官创立志清明 政治法令都有序进行 房玄陵先后和杜如慧位政搭档 辅佐李世民 开创了唐朝的第一个盛事 这就是贞观之志 房玄陵成为大唐攒相后 除了听他领导唐太宗李世民的话外 还有一位 就是他的夫人 卢氏 在隋唐佳话中有一段记载 说卢氏不让房玄陵拿起 后来唐太宗一看 房玄陵不敢说 那我替你选几位吧 然后送给你 后来唐太宗赏赐的一些美女 刚到房玄陵府上 就被卢氏给轰了出来 唐太宗知道后大怒 就把卢氏叫到宫里来问他 你是要不肚而生 还是要凝肚而死 这卢氏居然说道 妾凝肚而死 后来李世民赐给他一杯毒酒 卢氏二话不说 端起酒杯一夜而见 当时在场的人都傻了 李世民说道 这样的女人 别说你房玄陵怕 我看见都怕 卢氏喝完酒后 发现自己什么事都没有 反而嘴里特别特别的酸 因为这被子里装的不是毒酒 而是一杯醋 这就是吃醋一次的由来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一句话 半君如半虎 在皇帝身边 一不小心就会丢掉工作 甚至会挂掉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 而房玄陵能够做到二十多年屹立不等 这是因为他懂自己的老板 也就是李世民 房玄陵比起魏征来 他更能掌握李世民心理的走向 更能够配合自己的老板 因此房玄陵和李世民 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友好 而李世民也更加的信任房玄陵 在648年 房玄陵因病去世 终年69岁 陪葬昭林 房玄陵死后 他的儿子房一爱 被称为大唐的绿帽王 丢尽了房玄陵的脸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史料记载 说房玄陵有三个儿子 分别是房一职 房一爱 还有房一泽 但在房志木制中 发现房玄陵可能还有第四个儿子 叫做房一亿 当时李世民将自己的女儿高杨公主 是嫁给了房玄陵的二儿子房一爱 房玄陵在世的时候 高杨公主多少对自己这位宰相公公 还是有些忌惮的 做事情也留一些分寸 但房玄陵去世后 高杨公主在家里就什么都不怕了 她开始篡夺房一爱 和她大哥房一职争夺家产 而且她还在外边和一个和尚私通 这个和尚可不一般 她是玄奘的弟子汴姬 后来他们俩私通的事情败漏了 这可是丢了整个皇家的脸 因为高杨公主毕竟是皇家人 不好责罚 最终把汴姬和尚给腰斩了 但这件事情是存在争议的 虽然在新唐书和资质通鉴中 都记载了高杨公主和汴姬和尚的事情 但在旧唐书中 关于他们俩的事情是没有任何记载的 新唐书和资质通鉴 他们的撰稿时间都是在北宋时期 而旧唐书的撰稿时间是在后晋时期 也就说旧唐书距离唐朝灭亡的时间最近 因此旧唐书更加贴近当时的唐朝生活 但由于旧唐书中没有记载高杨公主私通的事情 所以高杨公主和汴姬私通至今是存在争议的 没有定论 根据旧唐书中的记载 说在唐高宗李治时期 查出了高杨公主和房义爱 他们串通京王李元九毛犯 结果高杨公主和房义爱都被辞死 房玄陵生前万万不会想到 自己去世五年后 房义爱被杀 房氏子孙全部被流放 最后的结局是家破人亡 欢迎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 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咱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